唐姐为了带小孩子去after school 所以赶不及中午餐 早上一早起来又跑去中国大使馆签证 所以呢就过来 我是很久没有吃Pakapau了 Pakapau真的是挺不错的 我喜欢没有东西吃 就是Pakapau来个凯刀 哈哈这个是在Lodas的Bush Center 价钱比路边摊贵一点 这样连一个带差不多八九十块钱 小朋友不吃辣的就给他来个鸡饭一百二十块 那是一个鸡腿就给他来一碗 所以我觉得在泰国怎么说 路边摊大概五六十块 在这里贵个二十块钱 但是守着冷气干干净净方便 这个也是我的日常哦 赶时间又不想弄什么 就在外面随便吃 鸡饭倒挺好的 这个腿刚好是一个腿肉 再给他一碗汤 小朋友这两天胃口大好 所以他这碗鸡饭弄不好都可以吃完 厉害吧 一个小孩子五岁多 可以吃完一个鸡饭 在这里他各种各样很多 五十块七十五块八十块 全部都是果条啊 啊猪脚饭呢 所以泰国都不缺猪脚饭啊 还有那个鸡饭啊 都挺好的 所以呢 在泰国过日子轻松自在 想要吃好一点的好一点 如果只是为了打发一餐 就来福生豆 福生豆的话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有 中央百货啊 Lotus啊 哪里哪里都有 所以他吃的东西还挺多的 各种各样 但是呢 唐姐说了 唐姐吃东西比较专一 所以就这个Paka Pau啊 或者猪脚饭啊 或者一个果条啊 都挺好的 也不算很贵 又有可以吃的饱 这一餐这一盘够了 哈哈 你要说他贵嘛 比路边摊贵一点点 但是他比较干净 做的也比较舒服 而且他比较集中 这个选的话 就是走进一个这个 美食广场 选什么都有 有水有饭有菜有蛋有肉 什么都有了 挺好的 这个实际上跟猪脚饭一样 走到哪里炒出来都好吃 主要是符合唐姐的口味 所以觉得什么都好吃 你看他的鸡饭也是一样 好吃的不得了 还可以喝点汤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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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吃这个东西 唐姐 速度快 也不是很辣 五分钟搞定一餐饭 很好吃 东西多样化 我觉得真的懒得做厨房弄什么 所以泰国人的厨房都很小 糖姐一个礼拜也是四天在外面 三天在家里随便混 就这样混一混 我觉得好简单也不难吃 要说营养价值也够 它都是现炒的 现炒现煮 所以东西都不会冰冷冰冷 中国人吃东西尤其上了年纪 不喜欢吃冰冷的东西 喜欢吃现炒 那这些它都是现炒的很好 我已经要吃完了 这个是泰国的一个炒米粉 它的这个好像米粉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吃什么都可以 炒胎这个糖姐也很喜欢 但是糖姐有一些指定的 这个吃炒胎的非常好 你看它这里面真的什么都有 不会找不到你要吃的 而且它的味道也算是比较大众化 能够接受的 所以非常好 吃炒胎的味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一碗鸡饭 一个鸡腿 50块钱 所以真的也不贵 Fusioner的东西都是还可以 这个实际上也是50块 我加了个蛋 在这里吃大概就是五六十块钱 就可以了 我们家小朋友厉害吧 一个common改全部都吃光 一盘鸡饭都吃光光米 这个是泰国老百姓 一直有在这里 就是消费啊 简单啊 好吃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不是什么大餐 要赶时间又不想煮 就可以来这边 如果是问泰国消费水准 这个就是日常的消费水准 我觉得真的也不算很高 能够消费得起 对啊 不要说唐姐整天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 唐姐日常生活也就这样了 就就一餐饭嘛 吃饱就好 大家偶然会要有心情吃点好的 也是可以 我是唐姐 这期视频到这里 拜拜